这个男人坐进了车里 掏出喷雾迷晕了后座的女孩 副驾的女主却丝毫不慌 眼见男人没有对自己动手 他也没敢有太多动作 只是默默搭在门把手上 不料安全所响起 男人眉头一皱 将他也迷晕过去 再次醒来 他们被关到了地下室里 男人走了进来 强迫正式地擦了擦椅子 黑妹拉低了自己的裙子 这反而激起了男人的注意 他拉着黑妹往外拖 关键时候女主告诉他 不一会儿就将人放了回来 果然他判断没错 男人有着严重的强迫症 而这些 他们透过门缝 发现有个女人在外面 随即拍门呼救 结果开门进来的还是男人 只不过浑身女人装扮 行为举止也和之前天差地 他安慰女孩们的情绪 保证他们不会受到伤害 原来男人患有人格分离 通常是主人格巴黎在控制和安排 其他人格出现了事件 这天心理医生发现 巴黎似乎不见了 有其他人格假冒他来见医生 但是他并没有马上拆穿 而是想再观察一段时间 等到女主醒来 发现男人穿着黄色的衣服 坐在门口 行为举止又是全新的模样 女主察觉到问题所在 于是开口询问他 9 此时他明白了男人患有人格分裂 眼前是个小孩人格 眼见他要离开 女主立马表示自己有个秘密 成功勾起了小孩的好奇心 并且从他的口中 得知了房间里应该有其他痛口 三人很快在房间找了下 金发妹则是发现 天花板有个通风管道 但是剧烈的声响 立刻吸引了男人过来 女主和黑妹抵住了门口 金发妹则趁机逃脱 小孩眼见进不来 立马换了强迫证人格 一下子就破门进来 金发妹慌不择路地寻找出口 却因为太害怕 找了个柜子躲了起来 没多久就被发现了 强迫症为了惩罚的 把他单独关在了一个房间里 并且封死了通风管道 还不忘拿走女孩 被灰尘弄脏的衣服 心理医生在互联网上开设讲座 他认为不同的人格 对应不同的体质特征 有人会因此变得强壮 人格分裂并不是精神分裂 而是一种人体进化 能够达到意识控制身体特征 房间里 女人人格站在女主床边 不仅帮她梳头 还给她们艺人带了一朵花 更是带她们到餐厅吃饭 这也是女主一行人第一次 打量到这里的样子 男人不爱武装爱红装 还喜欢中国古典音乐 就在她切面包的时候 身后的黑妹抄起了凳子 结结实实给她来了一下 随后夺门而出 男人拿起刀子就想追 却被女孩挡住了去 在男人的威慑下 女孩回到了房间里 黑妹却打不开出去的门 在翻箱倒柜的时候 男人出现在了背后 拿到抵着她的肚子 然后独自被关在了一个房间 原来他们都是被男人绑架 而她患有人格分离 时常男人 时常女人 有时候会是小孩 这天女主刚睁眼 却发现男人在她背后 是小孩人格 她告诉女主 主人格巴黎能够控制 其他人格出现时间 而她却不受巴黎拐束 甚至能够控制住巴黎 女主却从话里得知 小孩的房间有个窗户 男人再次找上心理医生 通过前两次的观察 医生已经断定 现在的人格并不是巴黎 而是强迫症人格 并且告诉她野兽 只是他们幻想的产物 并不是第二十次人格 回来后小孩人格上线 决定带她去参观一下房间 女主却发现所谓的窗户 不过是拿纸画上的 她终于开始崩溃 要求着小孩能放她出去 就在她陷入绝望的时候 小孩拿了个对讲机给她 女孩一遍一遍地抱着信息 而这时女人人格出现了 她把女主带回了房间 女主注意到了地上的钉子 趁着女人不注意 悄悄藏了起来 随后强迫正人格上了 告诉女主野兽是真实存在的人格 是超脱人类极限的存在 今天晚上她就会出现 医生家这边 收到了数十封巴里发来的求救邮件 终于她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 来到了男人家 却在门口与强迫症相遇 不过医生只能带她回了家 她跟医生坦白 野兽人格确实存在 并且人体极限突破了潜力 但需要女孩子作为祭品 医生意识到状况脱离了掌控 便借口上厕所出门 却发现了被关在这里的金发妹 强迫症此时出现在了身后 医生苦苦哀求让她住手 男人却直接将她迷晕 把她关在了房间里 随后花店买了一束花 将花放在火车后车口 随后上了车 在车上缓缓脱去了外套 随后慢慢俯下身子 不一会儿重新站了起来 野兽人格出现了 这个男人脱去外套 等到他重新站起来时 竟然获得了超能力 一下子便爬上了列车车点 在火车轨道上奔跑了起来 他穿过昏暗的街道 回到自己的家里 原来他患有人格分裂 不是两个三个 而是多达二十三个 今天晚上 他唤醒的正是自己的 第二十四个人格 野兽人格 他的心理医生意识到了情况不对 上门跟他沟通 发现得不到任何的反馈后 他在门上留下了第一道机关 随后拿起笔 在纸上写下了第二道机关 野兽却在这时候回来了 医生拿起刀子刺了过去 而刀子竟然被皮肤给震碎了 野兽狠狠地勒紧了他 不一会儿医生便领了盒饭 女主被关起来后 并没有急着找出口 他查看起了电脑的视频 最终通过视频 找到了帽子底下的钥匙 出来后便听到了一阵意响 来到第一个房间时 发现黑妹已经被害 随后来到第二个房间 看到金发妹 不料却一下子被拖走了 女主撞起胆子走了进来 发现金发妹早已没了呼吸 而男人正在啃食他的尸体 女主立刻夺门而出 在桌上看到了医生留下纸条 只要大喊男人的名字 就能唤醒他的主人格巴黎 可这时候身后传来一阵喘息声 回头便发现了可怕的一幕 女主及时地喊出了他的名字 成功唤醒了巴黎 在得知一切真相后 巴黎告诉他柜子里有个猎枪 请求女主杀了自己 而这时候所有人格轮流出现 请求着女主不要杀了他 而这时候野兽人格再次上线 女主根据医生留下的第一道机关 成功地逃出了房间 他把自己关进了笼子里 对着野兽连开两枪 却发现根本杀不了他 他双手拽开了铁笼 却在这时候发现女人身上的伤痕 他一下子激动了起来 认为女人跟他一样 是受过苦难折磨的人 这样的人更加高等 随后离开了房间 女人也因此活救 而随着新闻的报道 引起了快餐厅内 一个光头男子的注意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作为奈特 沙玛兰底线 惊悚宇宙的第二部分裂 影片展现了超能力英雄 野兽的另类成长环境 这也是詹姆斯 麦卡温一出X战警中的教授 所参演的第二个超级英雄 对于分裂人格的角色演绎 他也是贡献出了十足的演技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评论区留言 呼声高的话 我们就来解说他的另两部作品